馬上要頒發第二個獎 也是潛力欣欣 不過這個也是跟妳有關的 時尚穿搭獎 時尚穿搭是嗎 我告訴妳如果今天是我入圍的話 我就直接穿BRA來了 他們說我今天幹嘛那麼保守 我說因為不是我入圍啊 對對對 那明天讓妳入圍 那要問一下大家 因為其實很常看到婉婷姐呢 在IG上面很常PO一些OOTD 就是今天穿搭的這個風格的照片 想問一下PO出這些時尚穿搭風格照的重點 告訴大家 就是一定要修圖 好的謝謝 好我覺得 怎麼了太坦白了嗎 對 等一下入圍的人他們都不是靠修圖 欸拜託你知道那個顏色的色彩也很重要 這也是修圖的一種啊 濾鏡很重要 不過呢待會入圍的這些同學呢 他們都是本身穿搭就有風格 再搭配一點點濾鏡 我們來看一下入圍的有誰好不好 好入圍的有 那個凱文 我們都稱呼他為凱文學長 是我們的穿搭潛力猩猩 葉威入圍的呢就是我們的艾倫 今天也在紅毯上看到他的很特別的裝扮 第三位呢是Takilla 哇 下面一位入圍的就是我們的湘羽 可愛又搞怪的湘羽 在我們第一輪評審就馬上把他的名字給提出來了 接下來這一位呢 Vernon Vernon 是一位很特別的參賽者 他的IG非常精采 非常好看 WOW HUDDY HANSEN 以上 五位 入圍者 WOW 競爭非常激烈 每個人都有不同的風格 真的 緊張的時刻來臨了 好的 時尚穿搭得獎的是 那個凱文 那個凱文 恭喜凱文學長 身為GQ的時尚編輯凱文 最近呢跟邰哥合作的木耀寺 一日 一日時尚編輯 我們都稱呼 欸凱文學長你好 今天呢也特別幫邰哥搭配了一身 很特別的裝扮 真的很好看 然後呢非常利用這個西裝的輪廓 來我們先合照 來合照一張 凱文與婉婷的合照 好 那我們讓凱文也單拍一張好不好 來拿著我們的這個獎盃 一二三 好的 謝謝 凱文請幫我們發表一下得獎感言 哈囉 謝謝大家 謝謝今天的評審 然後謝謝邰哥木耀寺 謝謝我美麗的太太 欸 太太在哪裡啊 坐你旁邊嗎 在那邊 嗨 小孩有帶來嗎 小孩沒有 喔 不方便 太太也很漂亮欸 謝謝 跟大家說一定要去追蹤一下凱文的IG 真的很好看 賞心悅目 太太漂亮 老公帥小孩又可愛 狗也很可愛 謝謝 哇 有follow 對 有 都稱讚完了 然後還要謝謝我所有的粉絲 就是每天幫我投票 謝謝大家 謝謝凱文 辛苦囉 好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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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是我們的時尚穿搭獎 好 大家好 好 大家好